你說這麼多欺人罵我 就證明我正確也對 我真的不明白 很多人真的 以樹敵為樂 那是否真的為樂 譬如毓敏這樣是否為樂 但他的職業阻礙 令他不能夠不停樹敵 有些人其實很緊張 別人對他的看法 譬如說 給你這句話 我對不對 其實 有些事情很難去追求絕對的正確 譬如 你有個夥計 你當眾屌他 你說我對不對 我哪有屌錯 你沒有屌錯 但是你當眾屌他 他的自尊心就算了 於是他不就不做 於是他適當的時間 他不就善勾你 是吧 於是他就說 我哪有做錯 永遠就是人家錯 我們更容易接觸 多些就是 這些人很容易 到時候林鄭都是 永遠是人家錯 如果我們看電影 這些人越走越偏激 就覺得全世界以他為敵 最後就做出一些 有歪倫常的事情都還可以 譬如 有時候你會想 當有個人 一人跟你說 他很難聽 我們來說是非者 就是是非人 但是當一百個人 一千為物 一個朋友都沒有 那你就會想 是不是他都有些問題呢 不然有什麼理由 一個朋友都沒有呢 或者很少 就是一個 從早就有些生有 好了 但是這個想法 可能是因為他做人 有問題 又不代表他是一個心底 惡劣的人 也不代表他一定是壞人 或者是好人 但是做人有問題 就是說做人這件事 就是在我們人世上 最難學的一件事 做人處世代人接不 這八個字 最難 我也敢說 你做人處世學得好 基本上你的事業 各樣東西都無往而不利 而且你要真心 是很難 做人處世 也要講自己的性格 第一件事就是 你要想一下別人的想法 別人的感受 我也有這個問題 不過我近這兩年 我覺得自己好很多 以前我戴團都吵架了別人 很多人都很糟糕 現在有些客人上來 我有時候都會比較重 但是都越來越少 哭了 被罵到那個姐姐 不是 我都越來越少了 為什麼呢 想多一步